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WebDuno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跟大家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您看到這個WebDuno部分 其實一般最常跟它做比較就是我們的Arduino Arduino部分 那Arduino部分呢 它基本上是用C或C++ 所以這個如果對電腦程式不是那麼有技術了 可能剛開始在學的時候是相對比較有一些困難 所以在我們剛剛講的Arduino它就是網頁 那可能網頁尤其是商車老師基本上都比較有機會接觸到的 那另外它的連接方式我們主要就是透過Wi-Fi 所以您如果能夠上網的環境之下其實就可以用 那因為物聯網的概念就是 你只要能夠連到網際網路上 我就可以去做控制 那麼如果是Arduino部分呢 它主要就是用USD跟藍牙 當然它也可以接上Wi-Fi模組 也可以接上Wi-Fi模組 那至於說更新程式的部分 以WebDuno來講的話 它主要呢 程式並不需要做商務 也就是它程式並不是在我們這個板子上去執行 它是在SERVER端執行 SERVER端執行 那Arduino呢 它就是必須要寫到它的這個板子上 那這各有優缺 各有優缺 今天如果你不需要網路環境下 我想要執行的 那當然用Arduino是比較方便 可是相對你有網路環境之下 我要做多個裝置之間的互聯 或多個人去互相協同控制的時候 那用Wi-Fi就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各有優缺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老師呢 您現在手上有拿到的那個是他們針對 在我們簡報的第三頁裡面 針對就是 現在這個教育方案的部分 它也有一個叫DataSmart 就是您手上那個盒子 那個盒子的部分 它裡面呢 總共有這些元件 有這些元件 裡面有開發板 有Smart的開發板 小小的一塊而已 您手上打開之後 它就這麼小一個 就這麼小一個 那這樣拿起來 反正大家手上都有 請不要看下面 看上面最快 這塊而已 所以還蠻小的 還蠻小的 所以這是它目前開發板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這裡 他們家的板子主要有這三號 那我拿在手上跟你這樣比 你就知道 蛤? 蛤? 這個是Arduino板子 這個是Arduino板子 他們加上一個就叫Fly 然後它這個叫馬克一號 然後他們後來又推了一個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因為這個相對比較便宜 相對比較便宜 那這個就貴 再加上這個就比較貴一點 所以 晶片上來講的話 就體積上它算是蠻小的 體積上蠻小 那各位手上拿到的是像這樣子 裡面呢還有包括幾個 我們比較常見的感測器 包括什麼 像這個有三顆不同顏色的L1燈 然後呢還有功名器按鈕開關 像這個溫濕度計 溫濕度可以測溫度濕度的 另外呢有杜邦線有公母的 公的母的各十條 還有我們很常見的 像我們開車一定有什麼 倒車雷達對不對 超音波 然後還有點矩陣 再來就是你要接比較多裝置 就好像我們插座一樣 我們要有什麼延長線 我們就會用到這個所謂的麵包板 麵包板你手上那個黃色 所以你打開之後應該 這個套件 像我上面這樣應該都是蠻齊全的 這樣打開 哇 但是我的比較亂一點 我還有放其他的 麵包板是這一塊 然後超音波兩個 另外的像在這邊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按鈕開關 這是溫濕度計 這一個 溫濕度的 這樣 好 OK齁 所以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我們在實際操作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到底WebDuno 它可以做的 因為WebDuno它既然是透過網頁 所以它很大的優點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裝置之間要互通的 互相怎麼樣 溝通 也相對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它就透過網路 另外一個 多人 你要控制它 也相對容易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在於它是透過Wi-Fi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那您看到這一個呢 點下去 你可以連到一個YouTube的網頁 你可以像我剛剛一樣 用網頁方式去直接控制我們的開關 也可以怎麼樣 用語音的 它也可以跟網路攝影機 做結合 這個人體紅外線我想大家很多家裡面都有這種 對不對 走進去就自動開燈 這個超音波的 有偵測到聲音的時候就開燈也可以 光明 老師家裡面很多小夜燈有沒有 光線比較暗的時候自動亮起來 它現在也支援RFID 有沒有磁扣像我們這邊搭電梯 對不對 待會老師的行動裝置也可以用 它不是寫AD 但是它有QR Code你直接掃描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手機操作 像LINE的部分啊 它也有 推出那個API 你如果會寫層次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跟它做溝通 好 這個就很重要了 因為 它可以跟我們Google的試算表 做結合 所以如果您有溫濕度計 溫濕度的部分 像這種開關門的 你都可以很輕鬆就做到 以往可能 你還必須要怎麼樣 學一些程式嘛 對不對 現在不用 在積木裡面就可以 當然後面這一塊 它那個追蹤的就需要 它還是有部分 你可以做比較客製化的 好 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 所以您會發現之後 其實它有它好玩的地方 那像這個的話呢 我們再上那個 兒童班就很好用 好 因為小朋友 都比較喜歡積木 那也喜歡像 這種 類似樂高的積木 現在外面很多對不對 然後呢 有些人就會用這種 叫足隔動畫 這個做成 像 我們講的微電也好 或是短片 好 對 前面跟微博電我沒有懷疑 因為但是可以讓 同學動手做 哇 這個是在他們 就是那個 那個Facebook社團 粉絲頁的部分 有足夠五千人 現在足夠七千人 所以這個後製很重要 裡面要有音效 要有這些文字 所以它就可以搭配那個 在教學上 我們就可以這樣這樣 好 那其他的有時間 老師就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像這個跟我們的 就是一些 家裡面那種控制 像他們有做那個 模型的 模型就直接用 手機的幫助去控制裡面的東西 那我想 這個部分 老師有機會 您再稍微看一下就好 OK